測試完之後的程式請各位注意一下 它到底放哪裡 幾個方法可以看到程式 在劇集裡面這邊有一個插入鏈 可以編輯一下 編輯的話其實它這個有一個小bug 它會閃退 其實這個閃退 主要是它的程式其實就是在這裡 可是它這個你按下那個有沒有 編輯的時候它其實應該是開V就被 但是我不曉得 我試過很多台電腦它都會閃退 但是實際上它其實是跳到哪裡 跳到Vido Basic這邊 所以如果假設你閃退沒關係 你就再切一下Vido Basic 跟各位講一下它的結構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將來的程式一律會幫你把 就是錄下來的程式放在哪裡呢 放在模組裡面 所以你在模組裡面會看到一個Module 1 這個Module 1裡面會有一個Sub 也就是說之後呢 你錄一個程式的單位就是一個Sub 那Sub的話後面有一個名稱叫插入年 這個我剛剛打的嘛 然後呢會有一個End Sub 表示程式的結尾 OK 那當然有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這個畫面有點太小了 就是字太小怎麼辦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字放大 工具裡面有一個什麼 選項 選項裡面有個撰寫風格 撰寫風格 字預設是9號姿態小 那我的習慣呢 會把字稍微改到大概14號字吧 比較看起來比較舒服一點 讓它這個姿態小了 放大一下 OK好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的話就是它裡面 有沒有 字稍微大一點看起來舒服多了 OK好 所以它的結構一定是會先幫你插入一個模組 OK模組有沒有 然後裡面的單位就一個Sub 然後名稱叫這一個插入年 大概是這樣子 那設定的方法記得喔 工具裡面的那個選項有沒有 撰寫風格 那把它改一下大小 這樣這個還蠻常需要改 因為我們電腦好像都會還原 所以你每次應該都盡量把它改動一下 那還有幾個地方可能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環境以後 只要要寫程式的話 都需要開啟這個Visual Basic 但是這個Visual Basic 我是覺得 如果跟其他的程式員比的話 我是覺得它已經算是簡單 因為你只需要把開發的原因叫出來 你就可以在這邊寫程式了 如果你假設你是用你寫 比如說現在的Python 你還是要去裝一個編輯器 那相對起來我是覺得這個Visual Basic 在開發的方式上面其實算是簡單的 好 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錄了什麼東西 不過在講這個之前 可能同學比較容易出問題的地方在哪裡 像同學常常會喜歡把那個畫面 比如說這邊有一個專案對不對 可能不小心把它關掉了 有沒有 然後又把屬性也關掉了 那最後變成像這樣子 甚至也有同學 還有啦 一不住二不休 全部把它關掉了 就變這樣了 OK 那如果將來呢 你假設看到這種狀況 同學又發覺非常恐慌 他說怎麼辦 這是要重灌了 其實不用 將來如果假設這個不見 記得喔 請你在檢視裡面 先找出一個叫專案總管 這個叫專案總管 你的層次在哪邊 在模組 點兩下 這樣就打開了 那頂多是下面有一個叫屬性視窗的 這個屬性視窗沒有也沒關係啦 因為目前用不到 它如果打開的話會把它蓋住 你可能要把它往下拉 這個暫時沒有也沒關係啦 OK大概是這樣喔 所以將來這個環境 我習慣會這樣子把它打開之後 可是打開之後可能會這樣 它會把這個畫面遮住對不對 那我的習慣是會把它縮小 浮在上面 然後看我將來需要寫什麼程式 我就在這個Visual Basic裡面寫我需要的程式嘛 大概是這樣子 OK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它到底幫我錄下來什麼樣的程式嘛 你可以看到其實就是這些啦 但這些你說老師 這些看不太懂耶 那其實跟各位講喔 這個Visual Basic實際上就是 它把所有Excel上面的你看到的東西 把它變成一個物件 比如說呢 這個Colens是什麼 其實Colens 顧名思義嘛 就藍 那你可以回想一下 我第一件事做什麼 我把第一藍選取 所以喔 第一藍選取之後的話 所以喔 以後第一藍要被選取的話 在Visual Basic裡面呢 就利用Colens 然後刮鬍裡面跟他講說 第一到第一藍 然後點Slater就選取 OK 所以喔 如果想來你看到點Slater吧 其實就是滑鼠選取的動作 那選取到 第二個動作我記得好像 我們就插入一藍嘛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邊有個Insert 有沒有 那Insert的話呢 就是插入藍 所以喔 其實它就是在 這個Selection實際上指的 上面的那個Colens 然後 不過我跟各位講喔 如果你假設要插入藍 其實不用寫那麼複雜 為什麼 因為它先Selection 再Selection 就是選 再變成一個選舉區 再插入 那其實如果你要精簡程式的話 其實是可以寫成這樣子 點Slater跟點Selection 可以把它Delete著掉 然後後面其實直接加什麼 加這個啦 就是D藍的地方 幫我插入一藍就可以了 那插入的話 預設就是 後面這個參數其實不用 所以你其實喔 第一個動作 我要在D藍裡面插一藍的話 其實就寫這樣就可以了 甚至喔 D藍不用D冒號D啦 其實D藍就可以了 這樣也可以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今天 我不要D藍 我要給一個數字可違 也可以喔 所以以後D 這個你不要用D的話 你寫4也可以 Colens4 Insert 那這個敘述的話 實際上就是在D藍插入一藍 OK 不過我是覺得寫這樣會比較清楚 第一個 我在D藍的地方插入一個空白藍 OK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就是在哪裡呢 在D1的地方 輸入一個黏這個字 那你會發現底下一樣 它一個Select 有沒有 那這個Range D1的話 實際上就指這個儲存格啦 所以底下你會發現 它是先點Select之後的話 在那個什麼呢 在目前的儲存格裡面 輸入一個什麼 Formina R1 其實喔 跟各位講 如果你自己寫的話 你可以寫成這樣就可以了 這些都多餘的 OK 寫成這樣 D1等於什麼 黏就可以了 它就把黏這個字 放到這個D1儲存格裡面去 然後後來我們還有寫什麼 寫了一個公式有沒有 在D2裡面呢 輸入公式 其實輸入公式也不用寫這麼複雜啦 其實喔 如果你自己寫的話 可以把它寫成這樣 D2裡面呢 我要輸入一個公式 就是叫Lapt 然後這一串 不過你說 欸老師不對啊 這個地方 我寫的公式是Lapt C2 3 對不對 那為什麼它這邊叫Rc-1 其實跟各位講 這個R值的是列 C的話呢 V1的話是相對位置 也就是說 如果你跟你現在這個儲存格 如果向左的話 就是 V的 向右的話是正的 所以它其實等於是指的是什麼 因為你現在是在 在第幾籃啊 有沒有 你現在 現在的籃應該是這一籃 好 如果你假設你要相對位置變動的話 你這邊是可以改 但你說老師這樣很難理解 那怎麼辦 其實沒關係啦 你乾脆喔 把這個改成 這個公式你看得懂就可以了 所以喔 其實如果你要改的話 你是可以把這個公式 我們剛剛打的公式 把它選取之後有沒有 複製 然後記得要取消 才能切到V就 Basic 不然的話 現在無法切過去 把它切過來 然後把公式貼到這個雙項號裡面 OK 好 那其實這樣寫OK啦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 再把我們的那個 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的話 還記得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 底下有個Selection 它Auto Fill 其實就是自動填滿 填滿到哪裡呢 填滿到這個D2 D2指這個嘛 然後D的3681 應該是最下面 Ctrl向下 Ctrl向下 有沒有 3 6 8 1 沒錯 OK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要改 可能要改一個地方 就是Selection的話 因為我剛剛 這個地方沒有Selection 所以Selection 請你把它改一下 把這個Range D2 把它蓋過去就可以了 好 蓋到Selection這個地方 那意思是說 我在D2這個儲存格的地方 讓它自動填滿 就Auto Fill 到哪裡呢 到這個整個範圍 然後最後這一行是多餘的 所以這邊的話 把這邊空白要拿掉 OK,Auto Fill 然後呢 最後這一行其實是多餘的 為什麼 因為最後你為什麼還要再多 Select 好,那如果說我把這一行拿掉的話 那這個是最後精簡完的程式 當然你剛剛錄了程式跑應該沒問題 可是畢竟它是透過滑鼠鍵盤 幫你產生的程式碼 那假設你希望改成你看得懂 而且是比較精簡的一個版本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這樣子 最後呢 還有一點上面的那個註解有沒有 這個單引號開頭都註解了 你可以把它 Delete 掉 因為上面這些其實多餘的 最後當然 如果你假設要更清楚一點 你是可以在這邊加一些註解 比如說第一個的話 就是什麼 就是你可以比如說插入D欄 那假如說你希望這個程式 加一些註解自己比較看得懂的話 你記得喔 只要前面是單引號開頭 後面的資料 後面寫的資料 後面寫的文字都是註解 註解的話就是不會被執行 然後這個是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是D1 然後底下的話就第三 第三的話 記得前面一定要有個單引號 單引號就是表示註解 然後 我簡單加一個註解 OK 你會發現加了註解之後有沒有發現 剛剛原來錄製的程式 其實是非常不好懂的 那你把它修改之後再加上註解 你會發現 好像這個程式可閱讀性好像變得很高了 好 那如果把它改完之後 最後你再做一件事 什麼事 再把它run一下 所以把這個年這一欄刪掉 然後呢 我們如果要run它 上面有個執行 你把它run一下 游標只要放在這個SARP中間的話 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個又完成了 不過如果你假設說 老師你這個程式執行太快了 可不可以讓它跑慢一點 或者最好是一行一行慢慢跑 還真的可以 如果你希望程式慢慢跑的話 你可能要記得上面有一個功能 叫什麼 針錯裡面有一個叫 逐航的功能 那這個逐航功能 它的快速鍵是F8 不過你如果用我們這邊的電腦 如果按F8可能要多一個方旋鍵 FN有沒有 在左下角第二個 好像一個FN 你可能要按方旋鍵才能按F8 那這個逐航什麼意思呢 你把它點這個F8 你會發現要點一下 它會跑一行 如果你要跑下一行的話 你可以按 如果我們這邊電腦 假設一般電腦其實不需要 直接按那個 有沒有 FN FN 然後再按F8 你會發現 它會一行這樣子 比如說執行這一行 這一行被執行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這一行執行的時候 這邊多了一個動作有沒有 然後在第二個動作 在D1上面增加一個年 在D2的地方再增加一個公式 再把這個公式向下填滿 這樣OK了 實際上當然如果你完全不會寫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錄的 錄完之後我剛剛是直接把這個程式給精簡 那精簡完之後你們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在這邊增加一個區好了 有沒有 那這個區的話呢 其實不用插入欄了 直接就做了 那我如果假設我要插入區這個欄位的話 那當然你也有幾種做法 你可以重新錄製 或者是如果你不想重新錄製的話 其實你有個方法 你就直接可以拿這一段程式碼有沒有 複製之後把它貼到底下 SUB到N-SUB這邊叫插入區算了 有沒有 那插入區的話呢 應該不是叫插入區 因為它其實是已經就是在增加一個區好了 沒關係就取這個名稱比較好 那我們不需要插入欄 因為它原來區欄本身就是空白的 那我只需要怎麼樣 所以如果你希望拿剛剛的程式來改 其實你不需要改太多 第一個的話插入欄這個可以不需要 那直接怎麼樣 假設啦 如果你要改的話應該不是第一萬 這邊把它改成區萬 區塊輸入區 把它輸入一個區 區這個字 這個公式的話呢 還記得吧 如果你忘記沒關係 你可以直接在這邊 找到那個上個禮拜講到那個MID 因為我要取區的話是 把地址裡面的第幾個字呢 所以地址裡面的 第四個字 要取三個字 那你可以取得這個公式之後 一樣的道理 把它複製之後取消 再切到Visual Base之後 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邊來 然後這邊記得一樣改成區 所以其實我看一下改完應該是OK的 這邊一樣如果是原來是第一的都把它改成區 有沒有 其實應該是OK 只是差別 跟前一個插入年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上面不需要插入一欄 直接本身區就是OK的 那最後跑完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把它刪掉一下 所以如果假設你剛剛做的已經寫好一格 那其實第二個應該就沒有那麼複雜 你就直接什麼 那你要執行的話 只要不要放這邊 按一個執行就可以了 有沒有 它一樣可以幫你產生一個區這一欄 OK 再跑一下 這邊的話 當然我是建議你可以逐航跑 Function Gem 加F8 有沒有 先輸入一個區 然後再輸入公式 然後向下填滿 這樣OK了 好 那請各位試一下 再來就入街道 所以入街道也是一樣嘛 入街道如果可以的話 那一樣就輸入什麼 輸入欄位名稱 再輸入公式 再向下填滿 那不就有三個欄位了 好 先試一下